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老鼻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金剧小天后黄雨玲 雨玲你好 嘉瑜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雨玲 最近好像大家见面的问候雨都是说 你的戏会继续演吗 还是会 对 好像难免都会有这样子的关切 因为其实你在戏曲中心他们这一次的艺术节里头算是第一档的演出 对 所以感觉是一个打先锋的概念 对 而且这整个主题又围绕在女子出走的那个图鉴 就会有一种哎呀 我先出去打先锋啦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女生在看着说第一炮女子出走图鉴 会不会顺利在舞台上面呈现 对所以也相对有蛮有压力的 蛮有压力 有挑战 嗯挑战是觉得还蛮兴奋的 但可能刚好碰到疫情这样子的蔓延的转变 就会觉得好像顺其自然吧 嗯对 所以这个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也无济于事 是 我们就好好准备 如果幸运我们就好好呈现 对没错 好 有您这一次在台湾戏曲中心 会为我们大家带来一档非常棒的 也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出戏啊 嗯 但是跟金剧的名称不一样 金剧好像是叫吃梦是不是 是的 金剧它叫吃梦 然后是一个折子系的概念 嗯 那这次我们演出的就直接把吃梦里面的这个女人的角色叫崔氏提炼出来 嗯 跟当代对话这样 对 我自己是其实蛮好奇的 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崔氏这个角色吗 因为我听说好像这个戏啊 或者说这个角色在戏校里头其实是没有让你们学到的 并不是你们正常里头大家都会学到的一出戏 应该是说他的戏林他形成金剧版本的戏林其实也不算太长 那只是说我我关注到这出戏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在网路上有很多就是针对北京或上海的一些段子 我们通常会自己上网去做功课 嗯 找自己喜欢的演员的演出片段来看 然后我就 我就是偶然的点到了孙玉云老师的那个吃梦 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我那次在网路上做功课 我就想说我应该现在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戏来表现 嗯 看了这个吃梦之后我突然惊觉 然后我就把我另外一个实体资料库就是DVD们就是全部的翻阅一下 嗯 然后我发现哇其实在应该约末2012年那段期间就是新剧团经常到大陆去巡演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把每次的巡演都当做一次除了展演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要毛起来就是收集资料 哦 因为那个时候网路上面的东西还很少 我记得那时候每次去大陆巡演的时候都扛回来一堆的书跟DVD 嗯 那原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买了孙玉云老师的吃梦 所以其实一直到了2015年我才认真的想到这处戏觉得可以拿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呈现 然后才开始面对它 但这个戏真的很难在巨校学生时期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修炼的一个折子 因为它其实它的难度跟它对于角色塑造的那个厚度 嗯 其实不是学生时代可以体会的 你可能体会到的还是唱腔啊 身段啊 在情绪跟那个人物情感的部分可能就还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 嗯嗯那好 我想还是要请雨林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吃梦里头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唤起一下听众朋友们的记忆 就吃梦这个故事很有趣 它在京剧跟昆曲里面都有一些琢磨 可能在昆曲的版本是更加完整的 昆曲的版本叫做烂柯山 可能喜欢戏曲的朋友可能听到马前泼水就知道这个女士了 是 那京剧的版本呢就是跟昆曲有一些稍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京剧的版本呢就是这个崔氏嫁给朱买成 朱买成多年都要就是赴金赶考 可是都落地就是只有越烤越穷 然后越吃不饱 然后他这个瘦不那个崔氏受不了了 然后就逼朱买成写个修书给他 因为他看人家那个村口的那个张图户啊 每天吃香喝辣 就觉得我跟着你朱买成没有好日子过啊 我跟着那张图户起码还能吃饱啊 对 然后就逼朱买成给他写下修书 然后嫁给张图户 然后嫁给张图户之后才发现我是吃饱喝足了 可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不开心不乐意生活不满意的地方 就拳打脚踢 会家暴 对会家暴 我想这应该现代女性听到都完全没有办法承受了两件事 然后他就正在跟观众这个自爆家门前情提要他的这个二婚的心情的时候呢 就觉得哎 一性阑珊 在家里面闷闷悠悠的也不知道干嘛出去大街走走 出去大街走走就听到两个牙医在那边就是当街嚷嚷说 哎呀我们的这个新科状元这个朱买成要回乡了 哦考上了 考上了 然后呢这个崔氏就回到家里想不对呀 这个朱买成是我认识那个朱买成吗 好像就是啊 这家伙这当初穷酸的要死 他现在考上了 然后就因为这样 他就开始想起他跟朱买成当初的一些美好 然后呢就开始进入一个下午睡午觉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这个美好的梦境里面呢 他就是想着想着想着睡着了 睡着之后他就突然被敲门声吵醒 然后有两个牙医呢就带着凤冠侠批跟他说 哎呀朱买成得中同名状元了 要请夫人回去 就是跟他一块就是这个这个加持啊 共享荣华富贵 对共享荣华富贵 所以必须要请他回去做夫人 他非常非常开心 可是忽然张图护怎么又披头的敲门了 听到他那个屠刀剁的砧板的声音 在敲着他的门板 然后心里很惊吓 那打开门之后就发现原来这是一场梦啊 他其实也不过就是在一个 听到朱买成这个得中同名状元之后一个下午 就是梦寐当中的一个美好的梦境 然后就非常失落 在京剧的版本里面大概只有这一辙 去强调这个崔氏 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跟他自己心境上的转化 然后到最后表达他对生活爱情的向往之后 然后落空 雨林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对这出戏感到兴趣呢 因为其实坦白来讲 我当初看的这个戏的时候 是整个过程这个戏大概将近快要四十五五十分钟左右 这个折子 然后我是 我表情是非常呆滞的看完他 但那个呆滞是有点 就是有点惊吓 惊吓 不行这样讲 因为前面从他出场的地方 就是从脚步上面跟这个角色的形象 就是我们说那个身体的姿态 就非常不一样 这个大婶啊 他是刻的瓜子出来的 还打哈欠呢 啊 对 真的 在京剧里头 在京剧里面 真的刻的瓜子打哈欠 对对对 大手大脚这样走出来 对 就是跟我们那个小时候练功练脚步啊 老实说不要逛大街 这角色就得逛大街 就是小时候练脚步可能就是 步子得小 对 得一步一步粘 云步 这个大婶他也是一步一步粘 可是他真的就是 手要落胯的这么就卖出来了 然后出来还先送观众一个大哈欠 天哪 送完大哈欠之后接着磕瓜子 然后还把其他的瓜子皮直接吐在旁边 然后就随手拍一拍 然后就干嘛 就是我出来跟你们说一说我的故事 哇 所以他在表现上的形体 其实跟我们以往看到金剧的蛋绝表演这件事情的那个美 他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所以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有点傻眼 其实我是蛮傻眼的 然后我想说这样都可以 我怎么现在才看到这出戏 不知道那是一种竞技的那种刺激感 就觉得说我没有看过角色是这样出场的 然后还这么真的不是太美观的一个生活习性 跟传统戏曲里头我们对于蛋者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那时候在演出的时候 这个出场就跟我当初看的戴子的那个表情是一样 只是我没笑出来 我自己看的时候是比较多是在惊吓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一直看下去 就是因为我觉得太有趣 太吸睛了 然后多年后自己要把这出戏拿来当成自己展演的一个剧目的时候 我自己在看他的时候非常享受 我就比较没有这么顾忌了 就是开心的时候我就笑出来 然后自己拍大腿 然后想说怎么可以这么 他的那个丑陋反而让我觉得是一种可爱 因为他比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所谓大妈或大婶的形象 他太贴切了 那只是当时我也会觉得 哦 原来孙玉敏老师其实他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集结了一群就是很优秀的人 将他移植成金剧版的吃梦 那他在这辙里面其实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唱段 除了表现催事的这个心情转折之外 他有更多的其实是在填满那个角色的轮廓 他那个轮廓已经不是只是身段啊跟神态啊去堆叠的 其实有更多的情感是在唱腔里面听出来的 嗯 是 那雨林第一次在舞台上尝试要丢掉你所有过去学的这个美好的身段 要用个大神的脚步跨出来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2015年的时候 所以也是经过了一些消化跟思考 那个时候跟团长提这个戏的时候 他就说你要不要换 李宝春团长 对 宝春老师就说你要不要换一个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啊 这会不会太狂了 太狂了 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在 我们这么说好了 传统女性的美德 他是笑不露齿的 那就更不要讲还笑出声音来 而且还大大咧咧的 哈 哈 哈 这样笑出来 就是这么爽朗的笑声 你是很少看到淡绝在台上直接这样大笑 而且还笑得非常有层次 我当初练这个笑我真的练了好久 我就想说天哪 这个笑也太考验丹田了 就是那个核心肌群的使用跟掌控 哇 对 要一波一波笑得越来越狂放 因为你很容易笑到虚就没气了 然后对观众来想他就是他就不魔性了 他就没有那种 哎呀这个笑太过瘾了 对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种喜剧节奏 是演员员呈现出来的节奏带给我们 让我们想要发笑 那我当时在演金剧版的吃梦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个笑其实相对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更不要讲唱腔了 因为孙玉明老师他是寻派的花旦 所以在里面他就用了很多 我觉得相对好像很适合这个角色的各种挣扎 或者是矫情 是 这你也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寻派跟我们平常所理解的 比如说梅派啊 或什么 他最大的不一样之处是什么 当然四大名单的刘派呢 其实从剧目上面 我们讲说的女性的形象 可能就可以先从女性的形象就有所区分 那寻派多半呢 很能够诠释的就是小女孩 矫情的小女孩 可爱活泼的 然后还有一个相信大家就非常耳熟能详 就是泼辣的 情欲的 其实会是一个年龄跨幅很大 然后心灵层次其实跨幅也蛮大的 所以在表现力度上 他相对的 以唱腔来讲 他就是比较开放 这好像也跟他发声的方式 也有点关联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腔都是 这种 很多这种好像在勾人 或者是在骚你痒痒的那个感觉 他的行腔的方式 就会跟其他流派不太一样 是 所以这种角色要能够呈现出来 在舞台上让人看得过瘾 相信也跟自己的成熟跟阅历 会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我觉得当时第一次唱 2015年唱的时候 那时候只觉得 天哪 这戏 为什么当初看觉得很好玩 然后自己要演的时候 觉得好累哦 怎么这么累 他不是闻戏吗 怎么这么累 然后我后来发现 因为他的内在要极大的能量 去表现他的喜 他的喜悦 他的期盼 然后跟他的那个 自以为是的盘算的那种窃息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比较累心 也比较累劲 就我们说的那个内在的劲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在 应该说在学习他的时候 其实比较多是在担心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传统折子的评价不太一样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 孙玉明老师的表现可能太过了 就是在以他们以往看到的女性的形象来讲 就觉得怎么会这么 是不是有点太火了 但有些又觉得 老师用了寻派的这个角色 重新塑造另外一个女性的形象 所以我相信这个评价是蛮两极的 但我又觉得以一个演员 扮演各种角色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修行的路来讲 他好像又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那我自己在扮演这个戏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他情感的转折 因为他的很多的情感当中的要跟不要 都非常强烈 都是非常主动的 那也就因为这样呢 其实我本来平常就私底下也不是一个大名大放的人 我其实是一个蛮温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个能量好强哦 可是当你能量释放出来之后 你又不想要吓到观众 因为我其实不希望观众讨厌他 所以就除了整理他之外 有比较多就是在考验自己表演的那个能力 然后转折他的心境的时候 我就有了更多不同的思考 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姐 而且非常诚实 非常非常的诚实 只是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当中 可能很多人 加诸在妇女传统形象的美德上面是 你就是要服从 你就是要以父为天 你就是要三从四得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能自主这么强烈 然后他要在那样的年代当中 不顾众人眼光 逼朱买城给他写修书 然后在不顾众人眼光 嫁给他觉得吃了饱张图护 然后他在那个此刻 那个当下跟观众讲了他的心境的时候 他的心情起伏也是很大的 可是他又有一种超然的态度 去诉说这一切 就好像 哎呀没什么人生就是这样 总得过下去呗 就那个意思 我就觉得好像还挺豁达的 所以对我来说 他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趣味 然后我也希望让观众可以 感觉到这样的变化 那我觉得从观众看 雨林以往就是扮演的角色 的类型来讲 他也许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 所以就把这部戏当成一个 就是应该算是 从一以来一个慢阶段性的角色 相当大的一个自我挑战 对 好我想啊 大家听雨林讲了这么多 我们来听其中的一个段落好不好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听到这一次 他即将要在戏曲中心演出的 催事的版本 但我们先来听听看你在之前 你怎么样揣摩在吃梦里头 这个催事的表现 我带来其中一段呢 是应该算是金剧版的吃梦 这个折子里面的核心唱段 催事唱的就是 第一句叫 一往事 眼前右线 我那买成的身影 我那买成 对 这时候他说我那买成了 他在想念这个前夫啊 然后 这一段我觉得很有趣是 他其实 除了面对二皇漫版 这个大段的行腔的变化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是 跟着行腔的变化当中 情感的浓烈 那这一段主要在讲 就是 催事听到这个 朱买成得众同名状元之后 他回到家里 自己在跟自己嘟囔说 我当初嫁的那个穷三鬼 他现在考上了 他现在 现在高中了 哎呀 讲着讲着 我就想到这个人了 然后他就想起跟他 其实那个时候除了穷 感情还是蛮好的 然后 朱买成 对他也蛮好 然后他就开始 痴心妄想的 有了一些想法 就是说 你说随着他这个高中状元啊 会不会 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机会啊 让我们破镜重圆啊 然后可是 我就在这么想的时候 会不会就只是我自己想 他也没那意思 心里在挣扎的时候 对 好 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还有什么事啊 对这些年纪是他在那里 我会也想像他在那里 我会不会因为他们的 没什么事啊 我会不会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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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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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